上個禮拜的部分的功能就是只有新增 insert into 那實際上當然你可以再增加幾個功能 因為一直新增 它只有新增 反正你按一次 它就幫你去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增加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修改的話 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呢 請各位在底下 再增加一個按鈕 是update 那我的需求很簡單 就是update之後呢 請你把這裡面的文字 改成什麼 改成我們雲端上面看到的這個 就是上課講義裡面嘛 這一頁 這一頁就是在我們第一個範例裡面 執行isque 那我們預設是用insert 請你把它改成 把insert into這個 改成update table01 set 哪一個 set什麼東西 那會有個key啊 你的主key就是id等於1 把那個id等於1 就第一筆編號的資料 更改什麼 更改它的number變成12 當然你的data要不要改 更新資料跟等等的 那如果我要更新之後 它自動會幫我excue這個sicle 多一個新增功能 就是更新功能跟移除功能 或者你要刪除哪一筆 那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呢 我做完畢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要update的話 我第一個先按下它 它會幫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剛剛的語法丟到這上面來 update table01 set number 等於12 這個預設啦 然後呢 那個id等於1 ok 那假設你要改的話 因為好像我剛剛已經把id01給刪掉 因為我剛剛有demo過 ok的 然後呢 假設第二筆好了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2 我希望update的是第二筆 那第二筆的 第二筆就這個 然後呢 我的number 現在是12了 把它改成其他的好了 把它改成 也許是再改回2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第二筆 那如果我執行seql的話 按一下它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有沒有 這筆資料啊 本來這邊是12 會被我update成 2了 那當然你可以再去做update啦 那因為它執行這個之後 它最後會有 又把那個insert的語法寫回去 好 那第一個就是可以做update的功能 有沒有 那實際上如果這個可以更新的話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地方的應用 第一個update的功能 第二個按鈕 又增加第二個按鈕 就是delete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一筆給刪掉 那怎麼刪除啦 那其實當然你也可以自己 在這上面慢慢打啦 因為你 我發現在這上面打很麻煩 但是你如果可以直接執行鍵盤 你可以在這上面打一個seql語法 再按下執行它也可以幫你執行 那因為我為了方便 我在這邊再加一個deleteer 好 那deleteer from table 哪一個table table01吧 會有id 底線id等於1 如果我要刪除第二筆的話 那當然我就把這個1改成2 好 那一樣按一下執行 這個語法 當然特別注意 這個語法 不能夠 不能夠有錯誤 如果一錯誤 假設裡面已經有 沒有這一筆記錄 所以你執行 它就會整個crash掉 可是你為了要避免crash掉 你在那個java裡面有那個shorror 就是可以丟出那個exception的 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再寫一個exception 例外4件 它才不會crash掉 然後把這個第二筆执行 把第二筆刪掉 执行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第二筆刪掉 那如果你還要再刪第三筆的話 一樣嘛 把這根改成3 然後再怎樣 再把它執行 第三筆刪除 OK 第三筆又刪除了 OK 那你要刪哪一筆 反正你就是再去做任何動作 那也就是說 我們要把那個 這兩個功能再補上去 update 跟deleteer 那基本上 如果上個禮拜的範例 要修改 其實我的原則是這樣 反正就遵循那個mvc mvc 就改完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至少 其實我發現 那個現在很多app工程師 因為我教還蠻多 而且很多後來都有聯絡 我都說你怎麼寫出來 大方就說 我就複製貼上 改一改就出來 真的很多耶 我說你沒有看嗎 反正run出來就好了 我叫趕快交件就OK了 所以 那我就說你要 我說不用了 反正就可以交差就好了 管他 反正可以run就OK 因為老闆很急 趕快丟給他就好了 不然他一直吹一直吹 沒時間看細節 OK 那 所以我發現 他需要最大的能力 不是在那個慢慢去做 而是要趕快改出來 OK 所以當然你要知道 如果要改程式的話 至少當然你也不要亂槍打鳥式的改 你要至少有一個原理原則 比如說你可以遵循mvc m的話就是說你的data 你的那個資料放哪裡 一般是叫model model 或者叫metadata 有的很多種 那就是資料 資料放哪裡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update 實際上就是要update 就是把這個資料放在這上面 按下去 把資料放上去 所以第一個我們的m 第一個當然你需要建立 我是習慣是建立一個變數 通常呢 資料會放在變數裡面 那變數裡面的話 當然會有生命週期 它會隨著你的方法或類別結束而結束 那如果你要永久性的話 也許你就放在database裡面 OK 永久性就儲存 或者另外有個叫做那個 有個share preferences的類別 也可以暫時存 不過它是key value的架構 可能只能放少量資料 大量資料還是只能放資料庫 所以我們m資料就這一個 那v的話就是修改它的畫面 我需要一個按鈕 c的話是什麼 載到程式裡面去 有沒有 宣告連結事件 結束了 所以剛剛我改的方法 大概 那我把重點給各位看一下 那請各位追尋mvc下構 反正 所以我發現你們要 假設將來對於這個當工程 mv工程 其實我們在座有個同學 他本來也是在那個 之前在愛地上課的同學 他現在有回國 我問他說他現在在做什麼 他現在在做mv工程師 今天還沒來 就是還沒出現 OK 應該知道我在講哪個同學 不知道 不重要 所以我們mvc三個步驟 第一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面到底要 第一個我的資料放哪裡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步驟是m m的話一定是 決定我的資料放哪裡 所以我的資料基本上 我在宣告區裡面 宣告了兩個變數 一個是str底線update 就是它是一個字串 裡面是放什麼 我剛剛的seql譯法update 一個是strdelete 所以特別之外 等一下請各位自行再修改 把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修改 增加兩個變數 這個就是所謂的m m的話就是放資料的地方 這個跟資料 然後呢 再來我到哪邊去新增這兩個 我在這邊seql譯法 seql原來是放insert into 我再多一個update 那這個語法請參考 上課講義第13章 裡面有update delete ok 那它的流程一定是 先宣告空間 再把這兩個字串放進去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ok 然後呢我們有m的 有資料了 再來呢 要在畫面 畫面怎麼拉出這個畫面 我的習慣是切到test 就把這個button 有沒有 我們原來只有一個button 這個 原來這個button1對不對 那你要快速產生下面兩個 最快的方法是怎麼樣 不外乎就是自己從什麼 從這邊button拉過來 有沒有 不過我覺得這比較慢 比較快的方法是切到test 把這個有沒有 Ctrl C C Ctrl V 但是記得改什麼 這是01 那這邊02 上面的字變成update 再Ctrl C Ctrl V 03 delete ok 那我們的V 特別重要 V的話指的是V V V 指的是這個V ok 那之前有同學 一直問我那個拉畫面 會重疊會幹嘛 其實就是講這個 因為它的架構是XML 所以以後你要做排版 基本上大概以前我們是HTML 是網頁 網頁的話 排版的話 會有用table 用那個表格的方法 只是表格沒有框線 但是表格可以決定它的位置 應該放哪裡 那或者是說你排版 會有一個那個DIV 就是它是有一個版面 那DIV它有前後的這個次序 可是問題可惜 在XML沒有這個概念 它頂多只有table的概念 所以只能做2D的 那重疊的問題的話 可能是不是就是說 你可以做一些效果 去把它做出來 因為它的版型 XML本來就比較單調一些些 除非它未來 這個裡面的XML 將來如果說它變漂亮一點的話 可能它的副檔名要改成HTML 或者是未來也許是HTML5 HTML5 但是這種可能性應該是滿低的 看起來好像 因為它的本身的基礎就是XML 你沒辦法把它變得 除非說 所以另外有個那個 我們上學教的那個 用Phone Gap的方法 Phone Gap只是底層可以配合JQ Mobile 那JQ Mobile 再下去是HTML5 你就可以很快的做一個很快的排版 那個對於做出漂亮的版型 會是比較好的策略 如果說你的那個畫面 不需要太複雜 用這個OK 但是如果你那個是要包很多頁 很多層 什麼一堆東西的話 那我是比較建議你去用 就是HTML5 配合像JQ Mobile 再加上Phone Gap 就可以了 OK 所以不同的策略 那你說 為什麼要弄那麼複雜 沒辦法 現在技術不可能統一 誰要聽誰的 對不對 誰是老大 現在當然 以目前來看 Google應該是最大的 可是問題是 它 它一出生 也不是說每個人一夫百姓吧 對不對 也不是說萬歲萬歲 對沒有 但還是要搶食 對不對 所以Oracle還是不斷在跟他 在告他 他頂多是找了一些底下 比較聽話的一些 然後開個會 所以那時候好像有一個報導 就是那個 Google找了那個Facebook加Twitter 他們只是去喝個咖啡閒聊 然後那個 就有同學傳了一個新聞 就是說 他們即將使用SWIFE 當成是他們的基礎語言 這很妙耶 他們才吃飯喝茶聊天 結果變成說他們要 這個好像是兩回事吧 對不對 就像說兩個男女在那邊聊天 他們沒幹嘛 就被寫成說他們 住在一起 或者 諸如此之類的 不過後來我就想說奇怪 要說往下看 最後有個報名表 有沒有 點擊進去 請 就是要填資料 報名他優惠 優惠金額 看起來好像不太優惠 好像哇 各十百千萬 好像很多很多 又六位數字的 OK 所以 但這個 你說這種稅息萬變 OK 那我們 就是V的部分 重點就是那個 加了兩個按鈕 其實複製貼上最快 OK 那你要知道怎麼貼 再來的話 我們M V C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加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一定要宣告 因為我宣告多了兩個按鈕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先宣告物件 連結 有沒有 就把上面那個Button1 複製貼下來 不過記得改前面後面要改 之前有同學改了前面忘了改後面 前面改2 後面也要改2 有改 OK 然後呢 宣告連結事件 所以我要需要做兩個按鈕 其實可以把B01複製下來 B02 做一件事情 怎麼樣 把ET01 多一個set test 然後做什麼 把那個我的stream 放到AD test 其實我其實只是做這麼多事情 MVC只是在做一件 就是把那個字串裡面的東西 放到AD test 但是 沒辦法 一定要做這麼多事情 那以後有沒有辦法簡化一下 你想說 幹嘛這麼麻煩 我只是要放一個字串上去 要做這麼多事情 你現階段沒辦法 就是要這樣做 OK 那當然 雖然他目前比較複雜 所以需要工程師 如果以後的話 是不是有個開發工具 他根本不要做這些事情 全部都自動產生的話 那要工程師幹嘛 老闆自己做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說 目前你會被需要 是因為老闆沒辦法做 如果老闆自己會的話 老闆一定會自己來 放心 絕對的 他不會需要你的 而且他會馬上叫你趕快做 因為他會算那個 你游下來可能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曾經當過老闆 你如果當老闆 你就知道老闆的心態了 如果你沒有當過老闆 你就不會知道 所以以前 我都很會算 我發現我每天還算成本 算多少錢多少錢 然後這個人 他可以 我花這麼多錢 我應該 把他用到最大值 OK 然後 如果可以自己 就全部都自動化 所以為什麼以前 會寫這麼多程式 其實因為遇到狀況 為什麼要省錢 全部都自己來 因為你把那些全部都自動化之後 那個人他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OK 所以 但是我後來發現 是真的不好當 為什麼 因為你要為了賺錢 最後你發現 你花在那個上面的時間 跟你獲得的回報 其實有時候不一定成正比 所以慢慢的話懂得 不過至少經歷過 所以如果說你以後 能夠替老闆設身處地的話 你如果當過老闆 其實這是可以體會的 OK 好不好 這是前話 OK 好那 剛剛主要是 把MVC的觀念 套到這裡面來 解決了 多增加兩個按鈕 所以請各位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也許我就直接按update 上面可以更改 改完之後下面可以update delete 一樣 所以 其實如果你要控制seqlite 其實一招就可以了 seql傳遞過去 insertupdatedelete 通通解決了 頂多是那個什麼查詢 那查詢只是說要去接 多一個接 因為insertupdatedelete 是不會有return值 不會回來告訴你什麼東西 但是也還好就是說 在那個我們的seqlite 裡面 基本上呢 我們上個禮拜也有提到 其實它是用什麼 row query row query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下查詢的語法 只有查詢比較特殊 那回來用什麼 用cursor去接 接了之後呢 再去建一個什麼 這個simple cursor adapter 再去丟給誰 丟給那個lv01 就是list view 那它就建起來了 所以基本上呢 那這些其實不用備了 以後反正會有範本 你就照著範本 你看了懂之後你來改 我想應該也都改了出來 那你做完之後 為什麼底下的這個清單 會去更新 道理其實就是在這裡 ok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把這個範例搞懂 改的差不多 就是去使用它啦 很多地方大概就是這樣 都可以通了 ok 那至於說呢 我把它按back鍵 它會怎麼樣 它會把舊的資料刪掉 會 其實主要就是 我在那個最後有一個on detroit 這個是上上禮拜講的 生命週期裡面 會有一個on detroit 什麼時候會觸發呢 當我按back鍵 它一定會觸發on detroit 那裡面做什麼呢 我去 這個 drop table drop table ok 那drop table之後的話呢 這個table就不見了 那如果你在uncreate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見 就可以再起來 但是這個有個漏洞 什麼漏洞 之前就有同學發生 它不是按back鍵 它是按home鍵 可是你按home鍵的話 它就是不會去執行這個生命週期 就是不會去drop掉 那不會drop掉 它又進到app的時候 會再執行一次什麼 oncreate 那oncreate的時候會怎麼樣 oncreate有沒有 這個地方 它會去執行 當oncreate會做什麼 這邊有一個語法 就是 會去這個地方 create table 那create table 我剛好講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這邊會是create table 書裡面少寫這三個字 if not exist 那因為書裡面少寫這三個字 所以你又按home鍵 你跳進去 就掛掉了 為什麼 因為它table沒有drop掉 那你如果沒有這三個字的話 它是怎麼樣 它又會再建一次 可是問題這個已經存在了 所以就掛掉了 OK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這裡面的話牽涉到就是什麼 生命週期 生命週期 然後再加上最重要的三個字 if not exist 可是我發現很多書裡面都沒寫這三個字 那它又出版了 對不對 然後 對真的跑第一次不會有問題 但是可能跑 back也不會有問題 可是就是有個漏洞 那個home鍵按下去 再進去就掛掉了 所以怎麼辦 要不就是乾脆 你可能生命週期不要寫在on Detroit 你可能要寫在什麼 on Creator 再來什麼 on Start on Resume 對不對 然後我們基本上寫在哪裡會比較好 on Pause的地方可能比較好 on Pause的話有沒有 那個home鍵也會被執行到 on Detroit也會被執行到 應該懂我在講什麼 如果不懂的話 可以看一下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Activity的那個生命週期表 它裡面一定會有一個 那個圖 應該這個圖沒出現 我用Eclipse裡面好了 Eclipse裡面 就會有那個 每一個都會有 這邊 那個生命週期圖 其實在書裡面也有 講義裡面也有 就這一個 有沒有 tast up on Creator on Stop on Resume 它是Longing的 那你按home鍵會怎麼樣 on Pause 沒有了 on Pause on Stop 對不對 那如果說 你按back鍵是 on Pause on Stop on Detroit OK 所以差別在這裡 那你程式該寫在哪裡 你要去徹底了解那個 Active的生命週期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 其實你去找app的工作 它第一個問你 請問 anjoy的生命週期 如果我按個back鍵 分別執行了哪些生命週期 這一定會問 如果你不懂這生命週期 很多事就不用玩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要把這個生命週期 那最後你程式該排哪裡 就會比較清楚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因為這個生命週期 牽涉到就是你按不同的按鍵 它會去執行不同的生命週期 所以你要對應到它的不同的動作 你就要把程式寫在不同的上面 不然的話你不能說只有一個地方 uncreate Activity不是只有uncreate而已 還有其他地方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講的這個範例 就是在那個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 第十三章的那個雲端上面其實也有 所以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另外我的那個講義部分的話 是在那個第十三章的講義 第十三章